10月18日,星期日晚上的鱷魚談 大家這兩天當然是完全全副精神 集中在網上傳到輝輝揚揚的 拜登父子電腦門事件 拜登這兩父子也算是罷兇斃了 先說說他們倆個人私生活 老的喜歡碰碰小孩子,摸人家的頭髮 問問人家有沒有人洗頭 對小女兒特別是上下其手 總有鋪癮的 原來他這傢伙叫家族為全族有門傻家的東西 專門叫你偷吃人妻 原來拜登第二任老婆 原來就是他鄰居 這個鄰居甚至無幫他 搞很多fond raising campaign 幫他籌期選舉做senator 誰知別人的老公疲於斌命幫他拜登籌款 他的屁股就一個不割衣 就吊你兩尾兜督了別人的老婆 搞了人家梯,給了綠帽 別人帶作為最佳的回報 別人幫你扶心扶命 扶你的街正宗陪了夫人又接兵 老婆都拱手相讓 就做了拜登現在的第二任老婆 他的兒子亦都聰明 亨特拜登現在出了名 在外面齊引了名的一個 和一個陳冠希 兩個一東一西都是中意儲存 很多這些傻瓜的裸照也好 性愛片段也好 在電腦裏面傻瓜給人弄 這條混蛋也不枉多樣 就像他父親那樣 專搭人妻 今次他搭他 竟然是他死鬼大哥的大嫂 正宗就是歐二嫂 肥水不留別人田 連自己大嫂也不能放過一個不家產 電腦門事件也踢爆了 有人藉著父親的勢力 勾結外國勢力 為自己謀取這個私利 兩父子拍檔 拾足這個女樂藍剛 再加上豬油劑 自己就扮到為高權重 剛正不安 派兒子去代表自己收利益 正宗如果他可以兩個 這樣搞下去 不單止如果將來選總統 選了這條老人痴愛出來 混蛋淫亂白宮 扑你的街 還要勾結外國勢力 引清兵入關 那就大嫂 美國、世界強國 這個地位亦是岌岌可危 所以說那句沒有人錯 選川普就讓美國大嫂 選拜登就讓中國大嫂你 你想清楚 究竟美國人要選哪一個 做你們的總統 當然大家現在經歷過世界上 神奇的天主勝負 他的安排之下 安排了這個川普 不知道怎樣解釋 平地一聲雷爆 爆了出來 竟然無論如何做了美國總統 做了美國總統 就無論如何其他政客的包袱 他一心打算打勾你的共產黨 把你這個共產黨 替你老母打 踢出地球的勢力範 裡面 很多不同國家的領袖 紛紛醒覺 我們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國 這些五眼聯盟出來了 現在印度、澳洲、日本和美國 亦形成一個新北約 大家紛紛在大頭大哥的帶領之下 決定將這個中國的邪惡勢力 趕回到他的國家 不願意讓他繼續擴張 在搞我們的土壤 這就是正路的 所以我都覺得近來 因為自從川普打正奇奧 對抗這個邪惡的中共 蓬佩奧在這大半年不停遊走各國 說服他們不同國家的元首 加入抗共的陳列 大家都見到成效都出來了 而一味軟弱的這個道友多 擺到明親共 在民意的基礎 國際的壓力之下都要挺起頭 燕池奶要做一個 吃了偉哥 吃了神永海九丸 吃了西班牙蒼蠅 屌你撥起來 要對付這個中國 要講一些比較嚴峻一點的事 究竟這裏是虛火 還是根直可以硬到永遠 變了一輪加拿大的小鋼炮 繼續下去反共 我們拭目以待 但道友多在前一陣子 我們家中建交五十周年裏 他發表過一些演說 他肯批中國的脅迫式外交 加拿大人Canadian cannot tolerate 那怎麼會這樣說呢 你沒有可能要逼我們做一些完全 against our own內心 against our own意願 against our own國策 against our own國家的價值觀 同時之間道友多也批評 這個混蛋 家產中共基本上就來考慮 在這個人權那方面 法治那方面 就完全是不敢遵從 打壓維吾爾族人 侵害我們香港這邊的人權的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加拿大絕對是要捍衛加拿大公民的權益 亦都是全球的人權的議題在上面 加拿大就是缺不對縮 雖然跟中國建交了五十年 亦都有很多的機會可以合作 但是如果你在這些議題上 想加拿大back off 而為了要換一些的利益 你想也不用考慮 你就完全是屌你 你可以不要想這個算盤 肯定不會跟你談下去 加拿大和中國 在這個人口和經濟比起來 當然未必及中國那麼強大 但是加拿大有一件事 中國到這個世界末日 地球爆破之時 它都是沒有的 就是這個神星不可侵犯 這個堅持自身的權利和價值觀 我們這個自由人權法治 這幾方面的事情 自由人權法治 你說是不是沒有可能中國會生產出來 除非中共滅亡 否則到地球核爆之時 你到底中國也不可能有這件事衍生 既然雖然你的人口和經濟比我們強 但是我們有一個人類非常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 有我們在這裏 加拿大一定要決定要保護到尾 和你不可以在這方面有任何的退縮 或者是back off給你的 道友多突然之間說這番說話 我突然之間都覺得他 咦? 做甚麼懶惰呢? 你的懶惰? 是不是他? 怕吵你了 國家的國民 對中國的負面情緒越高 你一定要回答你的國民 不吶好意吵你了 拿樓灘呢? 究竟他會不會拿樓灘呢? 我要繼續拭目以待 不過近來這個在中國裏面 都混亂了一段時間 起碼都有六百多天的 兩個的Michael 這個Michael Sparver 和這個Michael Kovrig 已經很久沒去外面見過任何人 甚至我們懷疑他們是單獨酬金 當加拿大駐中國大使 Dominic Barton 終於拿到Dominic Barton 這班大陸灘給了他一個Permit 可以在10月9日和10月10日 分別用這個視像的形式 和他們兩位會過面後 發覺他們Dominic Barton 完全是不知道世界發生了甚麼事 彷彿他們被人混亂了在平行時空裏面 兩個Michael竟然都不知道 原來全地球爆了中國武漢肺炎 搞到Dominic Barton 死亡了那麼多人 過百萬人死 過千萬人受感染 吵加拿大也吵你 這樣一枝濕濕了 他們兩位都是完全不夠知 那你就可以想想得到 他們中共怎樣殘落 這樣對待我們的加拿大這些人質 那麼好了 現在杜魯多除了是說道明 不想破你中國 不可以再接受你這些撇逼式的外交 亦都在行動上做了一次 比較是堅強一點的事 就是對我們香港人的承諾 無他的 因為有六十名的議員 以及這些國會議員 他們亦亂名 就是希望杜魯多 對我們的香港人加以援手 特別是政治受到迫害的人民 這些香港人應該對他們 幫他們找到一些shelter 或者是收留他們以難民的形式 甚至無比得到這些 political asylum 政治庇護 當然啦 這件事已經是開啟了 而剛剛就有一對 三十鬆點稅的香港夫婦 亦都成功申請了他們的政治庇護 可以來到加拿大居住 他們在去年的十二月 就來到加拿大 而在香港的時候 就很可憐地受到一些黑警 屌你老美 無理地上門的拘留 上門搜查他們的家 又內不中 又會被一些沒有穿制服的 中國的官員跟蹤和去購文 總之 就屌你這樣 搞得他們提心吊膽 是沒有他的 只不過是因為他們曾經參與過 一些大型的示威活動 反送中的活動 而這一個男士 亦都曾經協助過一些抗爭者 製造一些防護的工具 當然啦 現在在香港裏面 哪一個參加抗爭運動的人 不讓這些混蛋抽口算帳 加拿大在道義上 發揮人道精神 收留了我們香港的一對夫婦 得到政治庇護 可以在加拿大落地生根 安居樂業 現在亦都有幾十名香港人 亦都申請法律程序 希望得到政治庇護 這件事加拿大當然做得好 亦都開了一個先例 讓一些西方國家繼續追蹤 亦都遵守五晚聯盟 跟隨特朗普的旗幟 反共和支援香港的抗爭手足 但這件事就發生了 吊你老美中國 在屋泰華 駐加拿大的大使 這裏頭叫做 松培武 松培武 吊你老美 九品芝麻官 竟然吊你老美 發出一連串的狂言 我們加拿大人近來聽完之後 就火刀來救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這傢伙就是吊你老美公然批評 我們香港的示威者 給加拿大提供一個政治庇護 你們這些加拿大佬是做得非常錯 你們有沒有搞錯 你和我做生意 你賺我錢 我先搞清楚 加拿大是虧錢給中國 在兩國的貿易信譯差裏面 加拿大是虧底了 中國是好處 即是我們買大陸的東西 是多於加拿大買我們的東西 你不要混淆視聽 你們這些大陸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就說加拿大作為我們的朋友 或者是民友 你沒想理由 縱容一些暴力的囚犯 暴力的犯罪分子 應該是全力支持我們 支持中國打擊這些暴力罪犯 而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 才可以撲滅香港這些抗爭運動 你們沒理由繼續收留這些暴力罪犯 即是支持這班人繼續在中國 或者向中國境內 做這些against中國的一些活動出來 這樣 他亦是否認 根本中國是絕對沒有任何從事 種族滅絕維吾爾人 亦都沒有所謂的這個脅迫害交 你加拿大佬不要不咎我們 如果你這樣去做 繼續收留這些所謂的民主抗爭者 這些暴徒的 給他政治庇護 你知不知 你在香港裏面有多少人在這裏 有30萬的加拿大人在這裏 你繼續收留 繼續搞政治庇護 繼續提供shelter 給這些走出來的抗爭者 行行行行行行 那你30萬人在香港裏面的健康和安全 我們就沒有辦法保證了 當記者問這條 赤裏重陪帽 那你意知是否在威脅我們加拿大人呢 那他就說 我沒有這個意見 說到這樣你還不威脅 你總是代表什麼 當然我們加拿大的 外長雙彭妃的火都來救了 他說絕對拒絕會接受這件事 亦都是我們的保守黨 這個黨魁Earine O'Toole 亦都是開了名 要求這個道友多 可不可以將這條赤裏 替他驅逐出境 把武器回到中國 這樣威脅我們的國民 這樣替你 直接fatter我們30萬的加拿大人 在香港裏面的安全 這些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 而且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否要考慮 要他替你作出這個道歉 這樣搞法就證明 只是在收緊保護費 你如果不做些事 不能按據我們中國的意願 不能合乎我們中國的利益 不能聽我們中國之敵 我們就會搞你30萬人 那你簡直是替你人治外交 這個替你 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的委員 竟然是出現恐嚇人 要替你老母 要搞搞一些無辜的加拿大的國民 搞搞別國人的這些市民 這是那一門子的替你老美 什麼東西的手法 全部都是強盜 全部都是替你老母的爛仔 黑社會流氓 替你老母人渣的所作所為 替你老美 所以奧朱鵝要求保守黨 替你老美的道友多 立即加快通道 去幫助更多香港民主派的示威者 和政治難民 來加拿大避難 因為我們絕對是 是我們一個獨立自主國 我們不是千里達 替你老美 我們不是大陸其中一個省 我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替你老兵 我們有絕對的自主權 究竟是什麼人來我們的國家居住 我們收留什麼人 什麼人可以進來加拿大的國境 你這條混蛋 不能再道理協 就是替你老母 快點把他抵戒出境 到目前為止 這條混蛋重陪母 還未聽到這條混蛋 有任何這些道歉的聲明出現 我也都希望 我們的加拿大公民 應該寫信給我們的議員 告訴他們我們的困難 我們很討厭中國大使館 要求聯邦政府自由黨的執政黨 做一些嚴厲的事 趕他老母親 回大陸 這個絕對是 誘辱我們加拿大的國體 亦都是要求自由黨的執政黨 要想一想清楚 怎樣可以保障我們在香港 三十萬人的加拿大人的安全 因為當中有你 有我 亦包括老我 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親戚 或者我們的同事 很多人都是在加拿大 的護照 在香港的生活 絕對是一件 不容置疑的一件 很大的一件事 在香港三十萬的加拿大人 亦都可以寫信給你們的議員 要求他們正視這件事 不然你們沒有想辦法 就在這個香港裏面 可以繼續去工作 生活 又或者做你們一些不同的事務 同樣的事件 亦都是發生在美國的身上 剛剛這個中國 亦都在警告這個美國 你們不要再足夠 我的留學生 研究生 如果不想 就在美國 那群美國人 在中國生活中 我不敢保證 他們何時會突然之間 犯了我們中國的法律 犯了中國的法律 就一定是根據國法 根據法治 就要在國內審判 你們不要想得回美國 亦都是擺到明 就是一個恐嚇 一個協逼 而美國為何會捉 他們這些留學生 或者這些研究生 因為你們這些傻子 原來是解放軍 根本從事一些特務的工作 有解放軍的背景 甚至在美國 假借留學讀書研究之名 其實根本在美國裏面 吸取不同的高科技 知識版權 技術各方面的東西 偷押拐騙 就運回到大陸裏面 那這些人是間諜 言之作作 證據確鑿 足夠了 沒有交易 有證據 有證據 把柄 扔他們去法院 去審判他們 就很討厭的了 有甚麼事針對中國所作所為 是你們這些傻子 做事做稀先的 搞亂當 人家好地地 讓你過來讀書學習 你們這些傻子 又不做正經事 去人家撻東西 你媽的 強盜所為 整個國家根本是毫無這個 你媽的國策 毫無這個國格 你媽的走出來的格格 根本是一個 流氓爛仔 黑社會人渣 scumbag 屌你媽的 這些仆街 混蛋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走出來的 屌你媽的 你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柏叔 全世界對著你 都爭奏你 因為你 等待 屌你媽的 黑社會分子 難怪各個國家的人民 都對中國 這麼偷偷 這麼偷看不起你 因為這麼偷偷的堂堂大國 竟然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段 不單止有加拿大人 被這些中國人 扣留住 還有瑞典 也有澳洲的人 被他們扣勾起在一起 扣你個街 現在仍然為街下之籌 所以美國佬 亦都說得到明 無論必要你美國人 真的不要再去中國搞搞振 現在還有很多的議員 我們的加拿大這些議員 亦都作出過一些呼籲 要求我們 就是最好就不要去香港 或者在香港裏面的加拿大人 最好就砸砸臨 就是回來 因為中國真是知狗線 現在看他的款 真是亂了龍 屌你老母 亂了張 做甚麼的事 已經不能顧體面 不能顧面子 捏爛臉來做 我們都好替加拿大 在30萬的香港人 在香港裏面生活著的加拿大人 都替他們安全上的問題 不過我遲些拿我都會回來 究竟我再走不走得回來 我都很忍承預料 希望杜友多 可以繼續給一些國際壓力 亦都是要這個重陪母 官員 這個叫做劉振文 這個聯合國的副秘書長 跟這個國家統計局 這個寧吉吉 聊天 總之兩個都是中國人 總之就是談好數 就讓他們在這個中國 杭州 在這個聯合國的 一個最大的數據的中心 那屌你老美 還要在這個阿里巴巴的隔離 不遠之處 借聯合國之名 收藏這個大數據 監察全世界 屌你老拼 這些爛仔國家 做這些傻事 我真是很不想明 聯合國是不是要繼續存在下去 所以川普威脅要退出聯合國 說另起勞造 不是沒有他的這個看法 好了 現在剩下回來 就要看看這個國家 究竟揮爛臉 還要揮爛到什麼時候 不過這個習匪近平 近平已經跟他們的海軍陸戰隊說 就叫他們盡量做好 這個備戰的決心 可能隨時有所動作 突然之間他在南巡裏面 縮短了他的行程 提早回到北京 不能再見了人 究竟他做什麼呢 究竟是不是他盛傳 他因為在演講的時候 咳咳了幾聲 已經代表他中了武漢肺炎 又或者他砸砸臨回應付台海的問題 還是他現在有五中全會又來了 分分鐘搞不成功 做不成功了他永續 反對他的紅二代 就在這個五中全會裏面 就是不想讓他確認他 他會不會找到班底去接他棒 又或者他部署密謀 他繼續再做多一輛二十大裏面 再拿裝 是不是可以讓他拿這個符筆 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 仍然是未知之數 所以他回去 確保他的位置 是坐得定一定 都未想定 那究竟最好的方法就是 如果上天有一個大能的 一個全能的神 最好就要他快點中了武漢肺炎 根本中國怎會武漢肺炎 只不過那群傻子就不夠你 如果真是習匪近平 中了武漢肺炎 一命污膚 那天下太平 當然是最好 不用搞這麼多事情 哪裏世界各地的 這些不同的國家的民族 都不用再擔心 被一個中國共匪在搞搞陣 削一削他的威風 迫使他們重新要再改革 或者是有一些適當的退藥 我們就可以拿回上風 多麼好